耶稣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上个礼拜我们谈到神的四年 上个礼拜我们讲到神的欺联 这个很荣耀的日子 是一个很荣耀的日子 但是好像我们这个礼拜里面 有些事情还不是很顺利 是吧 但是我们好像在这个礼拜里面 都有些事情不是很顺利 我个人就没有 我自己就没有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但是我们要有一点的内心 不过我们有一点内心 因为这个国度的时期 因为这个国度的时期 不是来就一切都变为光荣 不是来的时候就一切变成光 那是要慢慢的渐进 要慢慢的奖进 渐进 但是我们已经知道 仇敌撒旦已经是失去了他的地位 但是我们知道仇敌撒旦 已经失去了他的地位 他已从天上被打下来的一条龙 他是被天上打下来的一条龙 已经失去了他天上的位置 已经没有了他天上的位置 所以当然他还在地上 气纷纷地与其他的儿女争战 所以他在地上 不是很焚气地争战 气纷纷地与其他儿女争战 但是其实在天上已经没有他的地方 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是他的地方 我们站在属天的地位上面 我们站在属天的地位上面 今天我们要慢慢的进到他山我们当座的位置 今天我们要慢慢踏上我们当座的位置 你只要所有的能力都是你登记的时候才赐给你的 你知道所有的能力都是你登记的时候才赐给你的 如果你做总统 你一天没有坐上那个office 没有进去你的那个坐上你的位置 你都没有总统的能力 如果你做了总统 但你一天没坐进去你的办公室 都不会有总统的能力 如果你下台了 你哪一天一下台 你离开你的位置 你又没有那个能力 你一落台 你离开你的位置 就会没了 人都是一样 人都是一样 但是全并不一样 但是全并不一样 所以我们非常清楚知道 所以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 在这个先行年开始的时候 在这个千禧年开始的时候 我们是要慢慢地坐上去这个荣耀的位置 我们是要慢慢坐下去这个荣耀的位置 而魔鬼已经失去了他的位置 而魔鬼已经失去了他的位置 但是当然他不会给你看见 他现在已经失去了位置 但是当然他不会告诉你 他已经失去了他的位置 所以他还会很凶的 做一些事情 会做一些事情 但是我们不需要怕他 但是我们不需要怕他 因为我们知道 他现在已经不是总统 他已经不是总统 已经下台了 因为全世界本来是恶者的手下 因为全世界本来都是恶者的底下 但是这个新的时代里面 但是这个新的时代里面 并不是如此 不是这样 你说如果曾子余今天站在一个一万人的场面 如果曾子余牧师今天站在一万人的场面 来宣告这个事情 宣告这个事情 就很有气氛了 是吧? 但弟兄姊妹 大弟兄姊妹 属灵的事情从来不讲气氛 属灵的事情从来都不会讲气氛 你有多少的气氛 你有多少的气氛 但是属灵里面没有讲对了 但是属灵里面没有讲对的 还是没有用的 都是没有用的 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教会很懂得去弄这个气氛 主耶稣出生的时候 主耶稣出生的时候 在伯利恒可能是全世界最伟大的日子 是全世界里面最伟大的日子 人日历史里面最伟大的 在人类历史里面最伟大的日子 那么伟大的日子 那么伟大的日子 但是找到一个旅店 就是找到一间旅店 客店没有地方 客店里面没有地方 很多地方 连一个hotel motel 一个小小的客店都没有地方 也就是连一间小小的旅店都没有地方 最后这个伟大的场面 最后这个伟大的场面 要在马槽里面开始 要在马槽里面开始 有些妹我讲这一段的话 弟兄姊妹我讲这段的话 让你们真的有属灵的眼睛看见 真正属灵的事情 不需要靠气氛 也不需要靠墙面 因为神的灵已经开始了 这个时代的来临 是印着有荣耀的教会要开始 也是神荣耀的灵要回归在他的教会当中 而神荣耀回归的灵要在我们当中 为他的教会当中 为教会当中 所以这个教会就是初期教会的模样 这个教会就是初期教会的模样 我们现在实在已经开始了 我们现在实在已经开始了 所以我们这边很小 所以我们这里很小 但中国那边很大 但中国那边很大 并且那个火是不断在燃烧 并且这一团火是不断的燃烧 如同初期教会一样 好像初期教会一样 所以兄姐妹 我们今天再谈一谈 在这个新的时代里面 要有什么做什么的准备 我们今天再讲一讲 在新的时代的时候有什么准备 这个以赛亚书61章 在以赛亚书61章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 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 就是高末 这个高末 就是这个时代里面 新开始了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我们要成为这个受高者 我们要成为这个受高者 这两个见证人也是曾经说 他们是受高者 这两个见证都圣经说 他是一个受高者 这个主耶稣来的时候 他也是受高者 主耶稣来的时候 他也是一个受高者 但是我们看见 这个61章里面 很多东西主耶稣没有做到 我们看到61章里面 很多东西主耶稣是没有做到的 但是 主耶稣的身体就是他的教会 主耶稣的身体就是他的教会 要继续地做主耶稣的执事 Jesus ministry 继续地执事 要继续做他的职事 不是开一些教会而已 不是开一些教会而已 不是开一些教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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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真的活出教会当活出的全能 就好像初期教会一样 就好像初期教会一样 这个叫做Jesus ministry 这个叫做Jesus ministry 开教会很简单的 开教会很简单的 有几十人在那里 有一栋六顶就可以开了 有几十人开 有栋楼就可以开了 也有人唱相诗 也有人讲讲道 唱一讲道 开教会多简单 开教会有多简单 但是教会好像以色节第一章里面 那个闪入火的那一朵云彩就不一样 但是如果教会要有一个云彩 就不一样 因为那里有 施活物的形状在那里 因为那里有四活物的形状在那里 一个非常属灵的教会 一个非常属灵的教会 非常属天的教会 非常属天的教会 一个所向无敌的教会 一个所向无敌的教会 那个施活物行走 他们是行走不会转身的 就是他们不需要闪开你的 就是他不可以避开你的 没有东西挡住他的 没有东西挡住他的 他们前行并不转身 他们前行不会转身 那一篇的信息 我们可以慢慢以后再研究一下 那一篇的信息我们可以慢慢研究一下 讲到他们的翅膀彼此的连结 讲到他们的翅膀彼此的连结 讲到他们的全结 讲到他们的一灵 讲到他们的一灵 并且他们的能力 每一个时候都有其他人的连 并且他们的能力 每一个世活物都有其他人的连 所以那是一个荣耀教会的形象 所以那是荣耀教会的形象 当这个荣耀的教会出现的时候 但当这个荣耀教会出现的时候 就是先十年的开始 就是千禧年的开始 因为讲解的教会 因为这样的教会 仇敌撒旦就不断地被捆绑 所以我们看见第二节 报告耶和华的恩怜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 第二节报告耶和华的恩怜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 所以这个是什么时代 这个是什么时代 是报告神的恩怜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 是报告耶和华的恩怜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 两件事情一同发生 两件事情一起发生 在整个时代里面 在整个时代里面 就是神的恩典 神的高 高末 要领到祂的教会 就是神的恩怜 神的高末 要临到祂的教会 所以上面讲到用高高我 所以上面讲到用高高我 是怎么高基督 是怎样高高基督 同样神要用基督的灵 高他的教会 同样神要用基督的灵 同样高高的教会 如果不然的话 如果不是的话 下面所有的东西都不会发生 下面所有的东西都不会发生 是吗 是吗 如果你读下面是非常荣耀 如果你读下去的话 是非常荣耀的 但是这些东西 也需要被高末者 收高者来成全 但是这里一切的事 都要受高者来胜传 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 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 就是神不是一个慈爱慈爱的上帝 神不是一个慈爱慈爱的上帝 在耶和的日子里面 神是很可畏的 在犹豪的日子里面 神是很可畏的 对这些走歪的人 神的灵是很严密的 对这些走歪的人 神的灵是很严密的 对这些走歪的人 很严厉 很严厉 所以你知道 历世历代而来 有多少基督徒为主受苦 你知道历世历代 也有很多人死得很惨 也有很多人死得很惨 你今天每天在中东 都有人为主死 因为每一天 在中东都有人为主死 所以 耶和华报仇的人是什么 所以耶和华报仇的人是什么 就是神看见地上属祂的人 祂所爱的人 就是神看见地上属祂的人 祂所爱的人 一直来为祂受的苦 为祂摆上的生命 一直来为祂受苦 一直为祂摆上生命 所以神报仇日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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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旦不可能再细细下去这么凶 撒旦不可以继续这么凶 祂可以对不属神的人冲 祂可以对不属神的人冲 但是神的儿女已经站起来 但是神的儿女已经站起来 哈利路亚 这个是新的时代 这个是新的时代 如果我慢慢跟你们解释的时候 你就更加看见 如果我慢慢跟你解释的时候 你就会更加看见 所以以下一大堆的一讲到 所有的好处 你们回家慢慢看 所以下面有很多好处 你可以回家慢慢看 因为这一章是关乎我们前面的道路 因为这一章是关乎我们前面的道路 是一个讲到悲哀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现在是讲到悲哀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这是荣耀的时代 是一个恢复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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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拆尾的都要重建 很多拆尾的都要重建 有很多失去的 现在我们得到伤悲的时代 很多失去的 我们现在得到伤悔的 然后在底下 第十节 在下面第十节 我因一化大大欢喜 我的心靠神快乐 是吧 这句说话好像玛利亚 我因日和大大欢喜 我的心靠神快乐 这个说话有点像玛利亚 我的灵与主 我的神为乐 我的灵与主为乐 是吧 因祂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 以公义为仆给我配上 因祂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 以公义为仆给我配上 这个也是神救赎的最后的成全 我们知道什么是福音 我们知道什么是福音 福音就是主耶稣这个人 并祂所有的工作 所以我们知道祂的神性 祂是福音 但是福音是整个主耶稣整个的工作 不是单单救你不下地狱 不是单单救你不下地狱 是吧 要把整个圣徒成全 要把整个圣徒成全 包括成圣的整个的成全 包括整个圣圣的成全 都在福音节里面 都是福音日 所以现在是什么日子 所以现在是什么日子 是祂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 是祂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 神要的不是一群就是 刚刚仅仅得救就可以了 神要的不是一群 刚刚得救 紧紧得救的就可以了 We are clothed with the garment of salvation 真的是以整个得救 属的工程 究属的工程 成全在祂的教会身上 祂要整个拯救的工程 成全在祂的教会身上 以公义为跑给我披上 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 能够在末后这个时代里面 与祖同作王 带出天国的工义 能够在末后这个时代 带出天国的工义 所以你看前面讲到 使我们有能力去灭绝这些作恶的 前面那里 我们有这个能力去灭绝 我们要诚实施行报应 我们要 我要凭诚实施行报应 等等这些话 你明白整篇的圣经你就更了解 等等这些话你明白 整篇圣经你就会更加明白 最后这一句 好像新郎戴上华冠 又像新婦佩戴装饰 好象新郎戴上华冠 又像新婦佩戴装饰 这句说话等于什么 这个说话等于什么 就是好像新婦已经装饰成齿 好象新婦已经装饰成全 那个新郎也预备好了 这个新郎也预备好了 这个新郎也预备好了 华冠的戴上 华冠戴上 这个是一个羔羊的延时的 差不多要开始 这个羔羊的延时的差不多要开始 这个羔羊的延时差不多要开始 其实不一定是在天上 我们是天上 这个羔羊的延时的天 未必是真的在天上 这个延时未必是在天上 来在属灵的领域里面 现在在属灵的领域里面 必须要有一个婚言的领域出现 好像一个婚言的领域出现 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在这个时代里面 在这个时代里面 神要的是心腹的教会 神要的是生腹的教会 不是普通的基督徒 不是普通的基督徒 当然普通的基督徒 神也爱 当然普通的基督徒神也爱 但真正在这个国度里面掌权的 但是真正在这个国度掌权 在这个国度里面 真的满足神的心的 在这个国度里面 真是满足神的心 或者说 圣灵要兴起来的 或者要圣灵兴起来的 是一个幸福的教会 是一个幸福的教会 弟姐妹 我告诉你很多教会 基本上不是幸福的教会 有很多教会 基本上不是幸福的教会 按名义上是 按名义上是 其实是死的 但其实是死的 你知道什么是幸福的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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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教会非常爱耶稣 这个教会非常爱耶稣 不是单单 祂是神 我是人 我爱祂 不是单单祂是神 我是人我爱祂 祂是救主 我是罪人 我爱祂 乃是祂是我们的良人 我们是祂的妻 我们是祂的幸福 我们爱祂 一个讲道与主发生爱情的教会 一个讲道与主发生爱情的教会 亲密的联系的 亲密的联系 奥秘的联合的 奥秘的联系 所有这些我们所谈到 是世界上的人不喜欢听的 很多这些我们讲到 在世界上的人不喜欢听 我告诉你今天很多这些话 是基督徒不喜欢听 我告诉你听我今天讲的这些话 是怕我们不喜欢听的 基督徒很喜欢做个简简单单的基督徒 基督徒很喜欢做简简单单的基督徒 但神要的是幸福的教会 但神要的是幸福的教会 怎样爱你的丈夫 怎样是爱你的丈夫 都还不是好的比例 都不是一个好的比例 因为地上的爱情都不完美 因为地上的爱情都不完美 我们要好像《雅歌书》里面 我们要好像讲到这个爱里面 什么种爱情 最好最美的爱情来爱耶稣 我们要用最好最美的爱情来爱耶稣 很多人讲是怎样讲 很多人是这样讲 能不能够用爱情 能不能够用爱情 并且用最美的爱情 并且用最美的爱情来爱主 只有幸福的教会才做得到 今天如果我们讲多一点这些密切里面的这些与主联合 今天如果我们讲多一些密契派里面 怎样与主联合 人家已经听得很烦 人家一听到觉得很烦 但是我们还不单止要与神联合 但我们不单止要与神联合 我们彼此还要联合 我们彼此也要联合 因为以诗节第一章里面所谈的那个云彩是一灵的教会 因为以西基斯里面讲到的灵的云彩 是一灵的教会 一灵是现在我们中国的教会要进入的一个地步 一灵的教会就是我们中国的教会要进入的地步 是我与主相亲 是我与主相亲 相爱 相爱 你也与主相亲 你也与主相亲 相爱 相爱 我们这个爱 还要爱得很深很深 我们这个爱也要爱得很深很深 不是百分之二十五 不是百分之二十五 乃是百分之百 又是百分之一百 然后我们在这个百分之百里面 就是我们在百分之一百里面 彼此也百分之百的相通 彼此也百分之百的相通 相爱 相爱 这个叫做一灵 这个境界 是神荣耀运行的一个境界 是神荣耀运行的一个境界 这个境界也是圣灵运行无助的境界 这个境界也是圣灵运行无助的境界 所以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一节 我们看看羊福音十七章十一节 从今以后我不在世间 他们却在世间 我往哪里去 圣父啊 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 保守他们 叫他们合一为一 像我们一样 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 他们却在世上 我往你哪里去圣父啊 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 保守他们 叫他们合一为一仗 所以你看见神要我们的合一 你看到神要我们的合一 是好像主耶稣跟父的合一一样 是好像主耶稣跟父的联合一一样 不是好像今天教会的所谓的什么合一 不是好像我们今天教会的什么合一 这样子的合一 这样子的合一 必须要在密切的灵修里面才做得到 必须要在默契的灵修里面才做得到 这里讲的合一 这里讲的合一 不是我跟你聚在一起教会就合一 不是我跟你聚在一起 这样子的合一 或者两个教会聚在一起 两个教会聚在一起 这个是指什么与父的合一 这个是指如何与父的合一 这个必须要在密切里面 这个必须要在默契里面 就是内在 最初里面我们对主的爱情达到顶点 追求我们与父的爱情达到顶点 然后我们在基督的爱情点里面 我们在彼此合一 这个是一灵的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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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维一体的合一 三维一体的合一 十七章二十一节 十七章二十一节 使他们都合一为一 正如你父在我里面 我在你里面 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 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 于你父在我里面 我在你里面 使他们也在我门里面 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 怎么能够把这个福音达到高峰点呢 福音的高峰点 其中就是 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 信耶稣 高峰点就是 要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 我们在想 基督教不是已经做了吗 基督教不是人做的吗 已经全福音全福音全到 一直全福音全到 不是人做 人已经做了 人已经做了 因为已经全福音 现在有很多人信耶稣了 因为今天已经很多人信耶稣了 很多人信耶稣是神差来的 很多人都信耶稣是神差来的 不是那么简单 不是那么简单 留心看 前面怎么能够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 前面说 使他们都合以为意 正如你父在我里面 我在你里面 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 使他们都合而为一 正如你父在我里面 我在你里面 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 这个完全是密切的言语 这个完全是密切的言语 是内在派的言语 是内在派的言语 讲到与主成为一灵 讲到与主成为一灵 主耶稣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也住在他里面 我们也住在他里面 这个住在主里面 这个住在主里面 就是密切的definition 就是默契的意思 那个正面的解释 就是他的解释 所以保罗说到 如果要把保罗所有的话终结起来 就是一句话 住在主里面 住在主里面 就是这个住在主里面 我们说我们所有基督徒都住在主里面 我们说我们所有基督徒都住在主里面 你知道什么叫住在主里面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住在主里面 是你的灵与他紧紧相通 就是你的灵与他的灵与紧紧相通 当然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基督住在我们里面 当然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基督住在我们里面 但是我们的生活 但是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言行 我们的言行 我可以告诉你 99%的基督徒都不会是活在主里面的 99.999的基督徒都不是住在主里面 这些就是密切的高手 这些就是默契的高手 他们追求多年的破碎 他们追求多年的破碎 放下自己 放下自己 才了解什么是叫做活在主里面 才能够明白什么叫做活在主里面 所以这里所说 父怎么能住在主里面 父怎么住在主里面 他也怎么住在我们里面 他也怎么住在我们里面 这样子我们才叫人能够信他 是信你是差了我来 这样才可以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 真正福音的高峰 真正福音的高峰 不是靠全福音 不是靠全福音 是靠活出基督 是靠活出基督 当你能够真的达到这个灵界的高峰点 当你能够达到灵界的高峰点的时候 就是与主成为一灵 就是与主成为一灵 并且不单是与主成为一灵 并且不单是与主成为一灵 与全教会 整个教会是与神成为一灵 是整个教会与神成为一灵 以赛亚书六十一章里面所谈的那个高阳的分言 就是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里面讲到的高阳的分言 这个信父母的教会 这个信父的教会 我有这样子的教会 我有这样子的教会 是有这个福音的爆发力 今天我们看见很多教会已经 好像不像教会一样 我们今天看到很多教会都已经不像教会那样 人是去教会 人是去教会 第二个圣经历人 他们是去教会的人 我昨天晚上 凌晨 今天哪是凌晨一点的时候 我昨天凌晨一点的时候 这时候就今天 我就在上网看一些 不是神的灵感到我 我去看教会 我就上网看教会 谈到很多教会 所以教会就是很多churchgoer 去教会的人 就是说到很多去教会的人 那个不是真的教会 那个不是真的教会 有很多churchgoer 有很多去教会的人 有很多去教会的人 但是他们活在罪中 他们活在罪中 他们不明白神的旨意 他们不明白神的旨意 不要谈到明白圣经那么高 不讲到能够明白圣经那么高 他基本上活不出神要他们活的让识 他们基本上活不出神 要他们活的样式 什么是把神放在地位 什么是把神放在第一位 我想他们的事业是第一位 我想他们的事业是第一位 可能跟着这些家庭的第一位 可能之后是家庭第一位 但是主耶稣说 如果你不爱我过于爱这些 你都不配做我的门徒 但是主耶稣说 如果你不爱我过于爱这些 你都不配做我的门徒 是吗 是不是 如果人不为我的缘故 如果人不为我的缘故 是吗 放下 或者恨 这个字是爱我超过的意思 是什么 父母财产所有的东西 父母财产所有的东西 是今天的基督徒达不到的 在今天的基督徒达不到的 差得很远 差得很远 不是差一点 不是差一点 天离地那么高 是天离地那么高 基督徒离开神的信仪就那么远 基督徒离开神的生意就是那么远 我姐姐说我不是开玩笑 我说这个不是说笑 所以主怎么会再来呢 所以主怎么会再来呢 主怎么能够跟这样子的教会联合呢 主怎么可以跟这些教会联合呢 神要的是一个幸福的教会 神要的是一个辛苦的教会 所以我为中国的教会很高兴 我为中国的教会很开心 因为他们是跑过很艰难的路来 因为他们是跑过很艰难的路来 他们每一位 他们每一位 我可以保证每一位都愿意为主死 我可以保证他们每一位都愿意为主死 每一天都预备为主死 每一天都预备为主死 这个是最基本的做基督徒的要求 这个是最基本做基督徒的要求 保罗不是这样吗 保罗不是这样吗 无论我们是死是生都是主的人 无论我们是死是生都是主的人 没有一个初期教会的人 是把生死置于度外 都已经把生死置于度外 每一个初期教会的人 都已经将生死置于度外 因为他们什么时候被抓 什么时候就死了 因为他们什么时候被人抓 就什么时候死了 你说 在那个时候 五春节将来多荣耀 你说那时候五春节到来多荣耀 但是五春节之后 耶路撒冷教会也大受逼迫 耶路撒冷的教会都大受逼迫 是吗 所有人都分散走了 是不是 所有人都分散走了 只有使徒才留在那里 只有圣徒留在那里 寺徒 寺徒 只有使徒才留在那里 只有寺徒 所以你看见 我们这个荣耀的日子开始 所以我们荣耀的日子开始 我们不要以为一切都是一切就好了 我们不要以为这样一切都好 当然一切都可以很好 当然一切都可以很好 他们撒旦其实现在不可以伤我们的头 当然撒旦不可以伤我们的头 顶多伤我们的脚趾 顶多伤我们的脚趾 脚趾 但是无论如何 但是无论如何 这个是我们Mandy准备更进一步 连脚趾都不可以给你伤 连着脚趾都伤不得 因为脚趾伤有时候都很难走路 因为脚趾伤就都很难走路 顶多给你一个脚趾 顶多给你一个脚趾 我觉得这个也很妙 我觉得这样也很妙 也很有合理的 也都很合理的 因为这个是神的信念 因为这样是神的欺恋 其实我们连他的脚趾都可以不让他伤 其实我们连我们的脚趾都不让他伤 哈利路亚 这是荣耀的时刻 我要你们能够真的了解 我要你真的了解 什么能够被受高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主的灵用高高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主的灵用高高 才有后面这一段的发生 先有后面这一段的发生 如果你不领受这个恩高 如果你不领受这个恩高 你就活不出这个思念里面的 这个豪情跟气度 你就不能够活出欺年的气度 也活不出神要你活的生命 也活不出神要你活的生命 这是王者的生命 这种王者的生命 我们要进入这个王者的生命 我们要进入这个王者的生命 我们必须要有这个受高 受高者的这一份 我们必须要有受高者的这份 什么能够被受高呢 进入一个密切与主的联合 所以弟兄姐妹 无论你在生命什么位置 我们要拼命的爱耶稣 我们要拼命的爱耶稣 爱到什么地步 爱到好像他就是你的良人 爱到他就是你的丈夫 爱到他就是你的丈夫 我以为你爱好像人爱神就够了 不要以为人爱神就够了 罪人爱救主够了 顶多仆人爱主够了 顶多仆人爱主够了 你可能在这些事情已经做得很好 你可能已经在这些事情做得很好 现在神说还不够 现在神说不够 我们要爱他如同良人 我们要爱他如同丈夫 我们要爱他如同丈夫 因为这个时候 这个时代 是心腹装饰整齐 所以马弟兄 预备好爱耶稣 预备好爱耶稣 我知道马弟兄很爱耶稣 我知道自哥很爱耶稣 我知道自哥很爱耶稣 这个爱还不够 但这个爱都不够 要爱到什么地步 爱耶稣如同他是我们的丈夫 爱耶稣如同他是我们的丈夫 用爱情来爱 用爱情来爱 这个是神对教会的真实要求 这个是神对教会的真实要求 所以 并且我们要在爱里面 比喻起的才成为一灵 并且我们在爱里面成为一灵 当你非常爱主 当你非常爱主 他又非常爱主 他又非常爱主 我们又非常爱主 我们又非常爱主 我们又在这个非常爱到良人的爱 唯有可以爱到良人的爱 我们才从这个爱里面合一为一 我们才有机会成为一灵 我们才有机会合为一灵 我又以为坐在这里等 就可以有恩告降下来 我以为坐在这里等 就可以有恩告降下来 有些人很幼稚的 有些人很幼稚 以为可以坐在这里等神的恩告 如果可以坐在这里等到神的恩告 从来没有解回事 从来都没有这样的事 我们是要努力 我们要努力 我不是说你要努力做什么 我不是说你要努力做些什么 天国是努力进去的 天国是努力进去的 领受恩典是努力领受的 领受恩典是努力的 受高摩也是领受的 受高摩也是努力的 受高摩也是努力的 我们是work extremely hard 我们是努力的得着 我们是努力的得着 无论是靠着祷告 无论是靠着祷告 或者信心的生活 或者信心的生活 你要追求密切里面的爱神 或者如何在默契里面追求他爱神 我们都需要付上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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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以为现在是神的新年 不要以为现在是神的新年 坐在家里面等 我们坐在家里等 等这个恩告怎么降下来 等着恩告怎么降下来 神怎么提升我做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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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姐妹 这个时代 我们要拼命地爱耶稣 我们要拼命地爱耶稣 我不论你是生命里面 有什么地方需要爱主的 无论你生命里面 有什么地方需要爱主的 有什么需要放下的 有什么需要改变的 有什么需要改变的 改变的快的改变 快点改变 软弱的快点 快点不软弱 软弱的快点 强弱的快点 强弱起来 我们要拼上去爱耶稣 我们要拼上去爱耶稣 爱到什么地步 爱到什么地步 祂是我们的良人 祂是我的良人 祂是我生命的主 祂是我生命的主 这样子恩高就会在你的身上运行 因为教会达到一灵的状态 因为教会达到一灵的状态 我想在最后讲一点初期教会 我最后讲一点初期教会 他们是非常一灵的 他们是非常一灵的 他们用什么事情来做呢 他们用什么事情来做呢 就是保罗也讲到两次 彼得也讲一次 就是保罗讲了两次 彼得讲了一次 你们勿要亲嘴问安 你们要互相亲嘴问安 彼此勿要圣洁 彼此无要圣洁 彼此无要圣洁 就是一定要圣洁 这个亲嘴是代表什么 这个亲嘴代表什么 是一个爱的联合 是一个爱的联合 这个亲嘴呢 不是单单说 Hi Hello 不是这样子的问安 不是亲嘴 不是好像Hi Hello 那样的问安 乃是一个爱的联合 而是一个爱的联合 所以你知道密切呢 密切就是内在最高的境界 密切是最高的境界 就是 愿祂与我亲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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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祂的爱情比祖更美 因为祂的爱情比祖更美 这是最高境界 这个就是最高境界 你不会到比亲嘴更高的境界 你不会比亲嘴更高的境界 你跟祖亲嘴的时候 你跟祖亲嘴的时候 是在爱里面与祂联合 是在爱里面与祂联合 你们有些人还没有这样子的经历 你们有些人都没有这样子的经历 但是我们当中有些人已经达到这个经历 但是我们有些人已经达到这个经历 是生命最高峰的属灵经历 是生命最高峰的属灵经历 在哪里你会被祂的爱所融化 里面会被祂的爱所融化 融化 因为这个亲嘴是一种爱的高峰状态 因为亲嘴是爱的高峰状态 所以我们中国人很难亲嘴的 我们中国人很难亲嘴的 所以我知道这个这样子的律法 我们很难在表面上做得到 所以我知道这样的律法 我们很难在表面上做得到 女孩子跟女孩子亲一下也可以 女孩子跟女孩子亲一下都没问题 我们弟兄跟弟兄亲一下也可以 我们弟兄跟弟兄亲一下都没问题 但是这个表面的东西 但是表面的东西 还不够那个资格 都没够过分量 都没够分量 需要灵里面真的有这个爱的联合 所以在灵里面真的有爱的联合 所以我告诉你 所以我告诉你 初期教会有些东西我们做不到的 初期教会有些东西我们做不到的 因为他们的一灵是真的实行出来的 他们碰见面就亲嘴问安 他们一碰面就要亲嘴问安 耶路撒冷的教会就是最主要的母会 耶路撒冷最主要的教会 耶路撒冷就是母会 它是什么 凡物共用的 他们是凡物共用的 所有人没有资质的币 没有资质的银行 所有人都没有他们自己的银行 每一个人去做工都是把钱带在一起的 每一个人去做工都是把钱带在一起的 没有一个人的东西说是自己的 每一个人会说自己的东西是自己的 这样子的路我们走得到吗 这样子的路我们做得到吗 我觉得没有教会会做得到 我觉得每一个教会能够做得到 所以当阿拉利亚撒非拉他们好像把一半的钱交出来 当阿拉利亚撒非拉将一半的钱交出来 把一半的钱留住 将一半的钱留住 有些人就以为 有些人就以为 其实不需要欺骗圣灵 就告诉老师说我只奉献一半 不用欺骗人家 就说我只是奉献了一半 可能他们就不需要死 可能他们就不需要死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你把一半交出来你就会死 你把一半交出来你就会死 所以这个七空圣灵 其实他们里面非常明白 他们欺骗圣灵 其实他们自己非常明白 因为那个时候使徒们说 把所有东西交出来 因为那个时候使徒说 要把所有东西交出来 所以每一个人来都把所有的财产交出来 所以每一个人来都把所有的财产交出来 你能够交一半吗 你能够交一半吗 你以为可以交一半还全佛吗 你以为可以交一半还全佛吗 所以当然圣经说他们两个都死了 那当然圣经就说他们两个都死了 立刻死了 立刻死了 都不需要审判 没有审判 没有审判 这样子的一灵 是多厉害的一灵 是多厉害的一灵 我们教会其实做不到这个事情 我们教会其实是不会做得到这件事情 但是 听清楚 听清楚 在属灵境界 在属灵境界 我们一定可以做得到 我们一定可以做得到 并且我们一定要做得到 并且我们一定要做得到 是 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币 是吗 自己的币 我也不会用薛英这个牙刷 我不会用薛英医的牙刷 他也不会用我的毛巾 他也不会用我的毛巾 我们还有自己的保留 我们也会有些私隐 是 我们碰面 我们见到面 还没有亲嘴问安 也都没有亲嘴问安 可能也太麻烦 可能也不习惯 可能也不习惯 但是 但是 在属灵境界 在属灵境界里面 我们必定要做得到这个一灵 我们必定要做得到这个一灵 在属灵境界 在属灵境界 我们必须要能够亲嘴问安 用这样子的情来彼此相接 我们必须要用亲嘴问安 用这样的情去 彼此相接 彼此相接 我们必须要不分离我 我们必须要不分离我 你有什么 我也可以有 我有什么 你也可以有 你有什么我也可以有 我有什么你也可以有 你说太难了 因为很难了 做不到的 跟着就可以了 做不到的跟着就可以了 因为前面有些人会做得到 因为前面有些人会做得到 跟着走的有福了 跟着走的有福了 因为你们在这个末后里面 最伟大荣耀的一个运行的里面 因为你在末后里面最伟大 一个运行的 这个叫做神的系列 这个是我们必须要进入的一灵的境界 这个是我们必须要进入的一灵境界 一个爱的境界 一个爱的境界 当然人论有些人会攻击我们 当然很多人会攻击我们 有些人以为我们神经病 有些人以为我们神经病 又可以做很多东西来骂我们 可以做很多东西来骂我们 弟兄姐妹 带领姊妹 This is a spirit we must function upon 这个是唯一能够叫这个国度的荣耀 能够彰显的完全 这个是唯一这个角度可以彰显的 完全 你看那个以色节第一章里面 所讲的一个教会是多么的荣耀 你看以色列第一章的教会 多么的荣耀 那个云彩是多么的属灵 这个云彩是多么的属灵 弟兄姐妹 神真的要讲这些属灵的教会 神真的需要这个禁属灵的教会 属灵到非常属灵 属灵到非常属灵 有人还说 这个属灵境界不合我的口味 有人说 这个属灵境界不是我的口味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什么叫属灵境界 什么是属灵境界 利托圣弟兄讲 他讲这句话很有意思 在属灵境界里面 他说在属灵境界里面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只有基督 只有基督 我们的生命如果真的爱神 如果我们生命真正爱神 你会拼命地进入这个属灵境界 你会拼命地进入这个属灵境界里面 你会拼命地放下你一切所有 你会拼命地放下你一切所有 在属灵境界里面 与众生徒成为一灵 在属灵境界里面 与众生徒成为一灵 与众生徒合一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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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像圣子 什么与圣父合一为一一样 就好像圣父怎么样 与众合一为一一样 就是以赛亚书第十一章 你们一直从第一节读到第十节 你们一直从第一节读到第十节 你就知道整个信念就是神的恢复的时代 一切都会恢复一切都会更新 一日一切都会更新 然后主耶稣会再来 然后主耶稣会再来 好 让我们跌倒了 我们跌倒了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愿意来 让我们在这个我度的时期里面 快快地奔跑 让我们在这个国度上的事情快快地奔跑 快跑地跟随你 努力地 努力地 争取神国里面一切的福气 争取所有神国里面的福气 主耶稣因为在这个时代里面 因为在这个时代里面 没有什么是很重要的 没有什么是很重要的 地上的事都不是很重要的 地上的事都不是很重要 这个是你讲完权的时候 这个是你讲完权的时候 你要高末你的受高者 你要高末你的受高者 你要高末你要受高的教会 你要高末你要受高的教会 你要高末一个辛苦的教会 主啊我们在这里 主啊我们在这里 求你高末我 求你高末我 求你高末我们 祷告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祷告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有点 各位 多许多oth 有点 有点 有点